唯利就对我产生影响 好 OK 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话题来做终结 因为事实上这是最终最终幸福的一个秘密 根源 真相 而且是关键 是吧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自己周围的人 能够陪着自己一起到牢 我没有办法保证让自己一辈子都处在某种生命高峰 不管是在健康上面 不管是在工作上面 我们总是要从高兴的地方慢慢退下来 但是无论我是身体退到什么程度 无论我在情绪上退到什么程度 无论我周围亲人是在什么样的状况里 可是我仍然有能力 有权利 有责任 再强调一次 我们有责任让自己一直幸福地到老 我们有责任让自己到老都要保持幸福 当你张开眼睛看看你周围的人 不管他在什么样的年纪 你会不会都希望他是开开心心的 而且你会希望他的开心不是因为他有求于你 你必须满足他什么他才开心 他的开心就是那个自然的在 他就是开心的 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在扫地他是开心的 他在喝水他是开心的 他一个人在那打毛衣是开心的 这样的人当你和他在一起 你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开心的 因为他没有想要从你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他在内在就让他自己觉得 他的存在就是一个稳定的安静的自在的存在 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自己的内在找到 让自己安静稳定内在的存在 而这个存在和外在发生的事情 没有绝对的关系 这是我们值得一辈子去朝他努力的方向 那么我们也发现了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常常保持在这种自在的状态呢 就是很容易满足 你不需要从外求 而反而你会常常看到别人的需要 会去付出给予 会去为别人奉献 只要我有的 我很愿意分享给你 只要我知道的 我愿意告诉你 或者是有人有需要的 我愿意离开我的家门走出去 然后做我能够为你做的 未来的世界 未来的社会 未来的人类 快乐的人会是这样子的人 曾经在香港 这位女士已经去世了 她活到了大概100多岁 她在从50岁的时候 她开始服务她当地社群的老人 她到服务她60岁 她自己没有小孩 所以她是带着一群学生在做这个服务 60岁的时候她在服务老人 70岁的时候她还在服务老人 那这些被服务的老人 有没有比她年纪小的 有 所以她每次去服务老人的时候 那些老人看到的就觉得不好意思 就开始学习 我要站起来 有一天我也可以服务别人 不知总是被服务 到了80岁的时候 到了90岁的时候 她嘴上念着的 她心中想着的 还是在干嘛 服务老人 她一点都没有觉得 我是老人 我需要被服务 好 那么我们就换一个思维 我们一起来想想看 其实当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其实想到也是我自己的父亲 我自己父亲88岁 然后当他在85岁的时候呢 可能那时候身体比较不舒服 然后走路会比较累 我就我一个很要好的同学 也是40年 是多年老同学 就因为老同学了 所以说话可以很直接不客气了 就说 怀思 你父亲年纪那么大了 你怎么还让他走路 每天这样走路出门 你怎么还让他自己一个人出门 你怎么还让他自己去买菜 你怎么还让他出去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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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非常慎重的 非常严肃的 跟我的这个老同学说 来看着我的眼睛 这些话你只可以告诉我 我不允许你去告诉我的父亲 因为我知道对我的父亲来说 每天走路对他的健康非常重要 如果不是为了去买菜 他觉得他不被需要了 他可能就不会每天去走路了 你听明白吗 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孩 在他眼中我是小孩嘛 对吧 他觉得这个小孩需要被照顾 所以他必须要去买菜 他必须要去买报纸 但是每天这个走的过程当中 对他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啊 如果他觉得这个孩子不需要他了 他就每天不需要出门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也有人告诉过我说 你父亲年纪那么大了 你们要学会奉扬他呀 所以呢就是 最好他什么事都不要做 比如说吧 我父亲现在在家里头呢 负责洗碗 然后呢 倒了色 我父亲负责的工作 除了这两件事情之外 他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都不是他的事 他就非常认识把这两件事情做好 有时候我看他做得挺辛苦的 但是我只在旁边打杂 我不去抢他的工作 为什么 被用 被需要 被需要 他是家里一个被需要的人 他是一个有用的人 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他仍然是一个 为这个家庭在付出的人 好 那么我们现在假想另外一个情况 假想是你好了 好吧 就是当你88岁的时候 好 当你88岁的时候 我们全家都围在你身边 好 你所有的孩子都在你身边 然后他就说 爸爸你坐在那 什么都别动 别动 来 吃饭呢 我们可以送到你面前 然后呢 你要出去呢 我开车载你 好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你就坐在那就好 被奉扬嘛 是吧 感觉怎么样 特别的沉重 快累死了 你们的感觉是什么 没有用 听不到 没有价值 事实上 当然 我们人的价值 不应该是根据你 能不能做事来做评断 我们不是这么做的 好吧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当你一个人 能够活动 能够做些什么 为自己做些什么 为别人做些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 很开心的感觉 好 所以在这时候 我们要把两件事情 把它区分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我们不把人物化 不因为你有用 才觉得这个人 值得被尊敬 不因为你有用 才觉得我想靠近你 这时候是把这个人物化了 可是另外一种情形是 我尊重你 今天不管你这个 是一个三岁小孩也好 是一个九十岁的老人也好 我尊敬你们 都有你们的价值 你们都有你们的用 你们都有你们的 能够为自己服务 为他人服务的可能性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 那么我想我们可以 从我们自己开始 从我们自己开始 就是每一天 我做一些 对我自己觉得开心的事 那因为我开心 所以我可以分享 给别人的开心 我不需要去从别人那里 获取幸福感 我不需要从别人那边 去获取我的价值感 而是我在我内在开始 去问我自己 什么是让我幸福的事 什么是让我觉得 有价值的事 我从我内在开始 去做创造 而有一天 我有能力的时候 我也可以愿意 去和别人对话 对你来说 你觉得什么样是幸福感 对你来说 什么样能够开心 然后把这个机会 也给人家 原来他要的只是 服务别人 太好了 那我愿意偶尔享受一下 被服务 如果他要的是 出去出国旅游 好 那我们家负担不起 出国旅游 我们可不可以到隔壁的 四川去旅游一下 也不错 是吧 总是我们能够找到 能够解决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问题在哪 我们就可以找得到解决方案 同时不惯有一天我们是慢慢的老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都永远记得 我能够从我内在找到自在 我用我的自在去和人分享就好了 我不需要去 我不需要为别人做了什么才叫做我是他的家人 我也不需要他为了我做什么才叫做他是我的儿子 同时只要我有能力我愿意去做分享 我愿意去奉献 我愿意去和人在一起 被陪伴的感觉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让别人来陪伴我 但至少至少我可以成为那个主动的去陪伴有需要的人 好 我想今天是非常感谢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这件这个姻缘 那么在结束之前呢 我想问一下你 我们刚刚有问一个问题是 今天当我们从零到十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五以上 是吧 那么我想请问你现在此时此刻 八点三十分的此时 你认为你现在内在的幸福感在即 我从五开始说好吗 好在五的请举手 在六的请举手 在七的请举手 在八的请举手 在九的请举手 在十的请举手 请放下 你往内看 你的幸福感有没有稍微提高了一分两分 有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我们彼此陪伴 因为我们彼此陪伴 因为我们彼此聆听 也就是说 不是你在听怀词说什么 你也在听你自己内在的心在说什么 然后我们彼此听到了 这种被陪伴 被聆听的感觉 就会增加我们的幸福感 好 如果你不急着马上走的话 我们做一个一分钟的小练习 好不好 对某一些人可能很挑战 你如果不愿意做 没关系不勉强 如果你愿意做的话 这个练习是这样 你找一个同学 就坐在你旁边的同学 两个人一组 然后搭档面对面 看着彼此的眼睛 微笑不说话一分钟 好 如果你想做就做 不想做没关系 好 开始 好 你要找伴吗 你要找搭档吗 我帮你找个搭档 你们要 你愿意一起吗 不用 OK 好 还有谁需要搭档的 还有谁需要搭档的 请举手 来小林 来这好不好